郑女士的女儿被诊断为腹痛 急性肠胃炎 浓毒血症 目前还在医院打点滴 她怀疑这件事情跟4月23号买的两袋小蛋糕有关 那天晚上8点多 他们一家人吃了晚饭 就来到杭州大农港路这家山姆会员商店购物 当时买了这两盒先肠后买牌的小蛋糕 回去路上就吃了一些 6岁的女儿吃的最多 我爸呢年纪比较大 就吃了就难受 然后就睡觉了 说不舒服 哪里难受 肚子难受 不舒服 睡觉了 然后我老公呢就拉肚子了 我也不舒服啊 但是我可能本身体质还可以的 然后我小孩就12年中起来 就肚子痛了 郑女士说 三个大人扛一扛就过去了 没去医院检查 但女儿当晚就上吐下泻 情况严重 她第二天早上就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就是东西吃坏的 细菌感染 他问我们吃了什么东西 我们就说吃了蛋糕最后 大家都吃的就是那个蛋糕 因为有菜大家都一起吃 有些吃不吃不一样的嘛 郑女士回忆 当天一家人的晚饭并没有吃海鲜等容易引起腹泻的食物 这边从早上 9点钟中我就跟他们联系 一直打了三个电话 一开始的态度都是 好像是没什么反应 到最后我说 实在不行 我要去投诉了 到了昨天晚上 7点钟中 有一个生鲜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知道 他说7点钟 在会员进行反馈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是去联系供应商 跟这个部门去做了一个自查 那之前这个批次也是卖了很多的 很多包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收到其他会员的一个反馈 那其实商务的话 在食品安全这方面是非常关注的 那我们在收的商品其实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要求 和我们内部的要求来进行一个管理的 那个也具有相应的一个资质的文件 每一批蛋糕出厂都有自己的内检报告 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从我们厂出去的蛋糕 到外地销售给消费给消费者之后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其次呢 我们蛋糕的配方 包括设备 包括各种公寓都有专业的检测机构认证的 就是我们生产东西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蛋糕厂家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供应给山姆货源商店的蛋糕 运输途中也是密封的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另外她说 目前还没有收到山姆货源商店 关于这件事情的反馈 如果消费者认为是吃了他们的产品 导致腹泻等问题 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 这个的话我们还在沟通 我们会跟这个货源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 然后做好我们的货源服务 那主要是觉得你们昨天给你们反映 你们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啊 我们会跟这个货源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的 采访第二天 郑女士反馈说 山姆货源商店之后并没有跟她联系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172年马性严重 184年马 山姆货源商店 234年马的小甜味 Wort 獒烘 575一海 娃高 肥源 Willie 感谢观看